为了提供民众更安全完善的休闲运动空间 吉安湘公所在去年获中央补助经费 针对光华河岸自行车步道施作改善工程 而目前已经完工并且也已经验收完成 9号下午乡长游淑珍亲自骑上单车走访实地勘察 体验在高山白云微风轻浮的宜人环境中 拥抱自然挥洒的汗水 吉安湘光华河岸自行车步道全长1.5公里 沿线风光景色优美 是不少在地乡亲及游客出外运动踏青的首选 但在过去因为使用频率高 优处在临海环境下 拨到设施陆续出现多处回损 为了提供民众更安全完善的休闲运动空间 吉安湘公所在去年度就积极争取中央补助经费 针对光华河岸自行车步道施作改善工程 所以现在这个就等于是水泥的以后未来在浪跟海边的侵蚀度就 比较不会那么严重 而且就湿比较长久 然后这个线延伸我们九河级 从海滨这样子延伸下来 这个线坏了就可以单独做更换 对单独做更换 而且它的耐用度大概都是10年了 所以它这个作对的工程 就是我们现在在用百年建设的工法来做 在这次的改善项目中包括既有栏杆拆除更新 新设指示牌和解说牌 以及磨出就有PU地平 铺设AC路面等等 目前都已经完工 并且验收完成开放民众使用 换占异新的面貌 也让前来运动的民众超有感 这样好啊 这样也很好啊 怎么说 看起来比较美观啊 9号下午 乡长游淑珍也亲自骑上单车 走放实地勘察 一一检视改善成果 并体验在高山白云 微风轻浮的宜人环境中 拥抱自然 灰洒汗水 光滑自行车步道1.5公里 兵分吉安 在我们国家级的实地旁边 可以观赏我们的白云 高山绿绿的我们的青草地 还有呢 我们远眺的海洋 所以欢迎大家来 跟我们一起走一走哦 在这儿我们进行了几个月的 这样的一个工程级已经竣工了 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们 一起来光滑河岸自行车步道 走一走 这里有天然的美景 有我们国家级的实地 还有最重要安全的建设 献给大家 邀请大家一起来运动 游淑森表示 吉安湘拥有四条践行步道 及九条自行车步道 独居全国一览三海景观 建置环巷运动践行步道路网 提供青山清水田园滨海等 多元地景风貌 邀约全国热爱户外休闲运动的朋友 一同前来感受 缤纷吉安的自然感官饗宴 记者徐立芹 吉安湘报导 没有办法家 不要 不要 谢谢观看